小灰睡醒啊 哎呀 今天起的这么早 看看满园花开啦 经过台风一吹 还好吧 没有掉多少 小叶子复花有多猛 上面的花还没卸 下面的又解热开 红樱的花 陆陆续续的掉了 真的要期待下一批了 花越来越少 大红色表现还不错吧 这次开的花量还蛮大 看看变色龙的表现 大家注意观察 越开到后期 它这个颜色就越淡 有点这个粉色非常漂亮 最喜欢变色龙 就是开到这种颜色 浅粉色非常的美 还是回归今天的主题吧 这个是小叶子 二十几公分的老庄 这个也是剪漏的 当时让波叔来造型过 这是第一次开花 看这枝条已经长这么长 当然这是第一批花 所以说这个花量不算大 我估计下一四幅花的量更大 估计在叶子掉完 达到见花不见叶的效果 大家看一看 什么样的枝条有力开花 这种枝条是三毫米左右 成这个褐色 也就是钢木字画没多久 像这种开花是很简单的 但是让我非常意外的是 这几条是一级分枝 竟然也开这么多花 真的让我意外 但你仔细观察会发现 它开花只是集中在这个尾端 枝条比较细的地方 像底下比较粗的 基本上是很少开花的 因为枝条长得太多 而且又开花 现在是看不出这个造型 估计还得修剪 我发现之前做造型的枝条 开花好少 像这种是做造型的 看开的花零散几朵 反而是这一种 这是新长的枝条 开的花也这么多 看一下这个桩 看顶上的分枝好多 我估计都有二十几条分枝 下面这个桩好大 二十几公分 非常尴尬的是 之前大叔说留一条顶枝 但是这个顶枝没怎么长 旁边这里又长出一条这么高的 比这个还要粗 就是这两条顶枝 左手边是开始长的 那么里面那根是后面长的 这根还要粗壮 看到没有 这根的粗度大概是一公分 这个留作顶枝都可以 当时做造型的枝条估计已经定型了 可以把它解开了 弄断的枝条感觉只长了一边 外面这一层没有愈合 估计这里要做成舍利了 现在长的枝繁叶貌 造型打乱了 现在更不懂得修剪 还得等波数 花都开这么多了 非常意外的是 当时修剪的这根枝条 想嫁接了 没想到长了新的枝条 非常好 我还会干掉了 但是是发了两个芽 到时候留一个就可以了 留一条粗壮的 整体看顶上的两根枝条 有点像孙悟空的辫子 非常有意思 期待大叔吧 看他啥时候过来修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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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